打得滿紮實的 出現藍打 李凱薇本季的 第一百安出現 也是本季魏成龍團隊 第一位達成百安的選手 他上來就 才說著說著 天哥的一百安達成了 魏成龍的李凱薇和郭天信 在下半季先後 達成單季百安的里程碑 成為龍隊今年 回到一軍戰場後 為二完成此紀錄的球員 而對於身為職棒 一年級生的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目標 就很開心 因為一開始就是 給自己的目標的 也是一個門檻 完成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對自己也是一個肯定 換你 換我嗎 對 沒有 我一開始沒有想過 今年就可以達成百安這樣 因為本來預設自己 是可能會上上下下這樣 對 所以沒有想過 今年就可以達成 然後有達成的 也是覺得很開心 可以 而且跟我學長 一起完成這個 小小的里程碑 小小的 這真的是小小 對啊 但他打一百安之後 我就開始緊張了 因為他參加說 要等我啊 沒有 是其他的那個 球員 他說快跑的時候 會幫我算 然後就會 有一點壓力 然後說還差幾隻喔 還差幾隻喔 今天應該可以把 都會先跟我講 然後我就會去想 他有受到他們的影響 我覺得多少有一點 對 這不是牽托啦 應該其實也不會想那麼多 我只是一場一場來 然後能夠幫助球隊 就盡量去幫助球隊 其實說真的好像也不簡單 對啊 所以就真的是對自己一個 很大的肯定 我覺得對他來說沒有很困難 我覺得很難 真的滿難的 因為要穩定的出賽 然後要穩定的表現 才會辦法達到 所以 不知道那個前面的神敗們 達到一千安 一千換兩千安的那種 是怎麼樣打的 天文連線在生涯第一年 就繳出了亮眼的成績 也扮演了龍隊打線中 稱職的雙箭頭 白安的紀錄 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肯定 而在天性打成白安的當天 場邊還有一個可愛的小插曲 天信 立安打球 好 容易喔 容易喔 對 他就 他是把真的球藏起來 然後拿一個假的球 然後寫白安這樣 然後又簽他自己的簽名 我說你幹嘛簽名 可是那個球我就看起來 就覺得說好像不太像 因為不夠白 然後我就說應該不是這顆吧 然後他又拿另外一顆 又也不是那一顆 我說好啦 學長 不要鬧了給我啦 我還是有點不相信 他蓄謀已久 兩位小將除了受到 學長的愛戴之外 他們在球季初也和張泰山教練 立下了一個百安之約 在達成百安里程碑之後 可以和教練領取一份禮物 而泰山教練也在球季結束後 兌現承諾 賽季前的時候打擊練習啊 然後他就走過來就說 我覺得你每年都有百安的實力這樣子 我就說應該不用想那麼多吧 他就說你就是可以 我說你可以就是可以 他就突然就說跟我讀啊 不然你百安我送你一件東西 就從那時候開始就約定好了 然後就快到一百安的時候 他就他就會跟我說 一百安的沒有 然後他就一直問那個那個 紀錄的 對 紀錄的 好 兩個都有 如果打成兩個就兩個 如果一個就一件 我說好 你是要選衣服 應該是衣服 一樣挑最貴的 還是要感謝教練 就是一直鼓勵我們 用這種方式來鼓勵我們 更努力去做這件事情 小龍們的第一個義軍賽季 完美落幕 他們在籌籍尾聲 打出了令人驚豔的成績 也期待明年能看見龍隊 更多好手展露頭角 而田圍二人組也點名了 他們心目中 下一位能達成單季白鞍的隊友 就是 就希望他們 沒關係啦 今年沒有沒關係 還有明年 對 對 希望他們趕快達到 這樣我們才有飲料可以喝 對 白鞍要請飲料這樣 OK嗎 白鞍要請這個 好 白鞍要請飲料 有 請他們喝 請全隊 所以希望他們趕快達到 想喝飲料 對 他們覺得接下來是最新的 可以打什麼 有誰喔 雞鴻啊 雞鴻 我剛剛很懷孕 就算我要喝星巴克 對 新 我覺得最 最貴的 新冰樂 新冰樂好了 一人一杯 我只要那一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